基隆波快捷通RedPKL推特账户 AskRedPKL今日发贴文 多处乘客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时 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如果不佩戴口罩 将会被禁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这一贴文却引来了网民们的质问 并在评论区附上了前首相 拿都斯里医师麦沙比里 与全卫生部长凯里 在为佩戴口罩的情况下 前往搭乘五级免登捷运站 搭乘捷运的视频 有网民认为RedPKL有着双重的标准 只强制要求普通市民佩戴口罩 当这份显赫的乘客没有佩戴口罩时 却选择视而不见 网民还呼吁当局应该采取行动 并让他们二人公开道歉 另外还有网民还贴出了 普总国会议员杨美银于上个月29日 不戴口罩乘搭捷运从布特拉伯迈 前往沙登站眼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